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978年刚刚结束文革不久的中国 引进了一部日本的电影叫《追捕》 说的是东京一位检察官叫杜秋被诬陷 后他装疯进入精神病院调查真相 但被医生认出 医生强行跟他灌了一种药叫AX 中枢神经阻断药 企图使他变成傻子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个故事居然在30年以后的中国上演了 李和平律师披露 他在关押期间每天要被预警强行灌药 致使他感觉眼睛要瞎全身疼痛 人要发疯 谢阳律师的妻子和他的孩子辗转东南亚 最后来到美国流亡 王全璋律师已经失踪了670天 至今阴性全无 李和平谢阳江天勇高之胜 以及其他709的律师都遭受了刑讯逼供和酷刑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709律师的遭遇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滕彪先生 下面有请滕彪先生 滕彪好 你好大家好 滕彪律师李和平律师被判缓刑出狱后 我们发现他跟进去的时候的身体状况发生了显距的变化 几乎判若两人 他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对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在网上他被捕之前的照片和他出狱之后的照片的对比 那他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面身体发生这么大的明显的变化 是让人非常伤心也是非常震惊的 那他在入狱之前精神状态非常好身体也非常健康 虽然入狱前也有一些白头发 但是不像现在这个整个人苍老了很多很多 受了不像样子 那在他被关的六百多天里 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面 现在已经有像BBC 像法广 像一些媒体披露出来 他遭受着酷刑的一些细节 那我也给他打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 那他在里面是受到非常非常惨无人道的酷刑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九死一生 尤其是被抓之后 一直到2016年1月份被关到刊登所之前 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关在什么地方 那他受到的这个酷刑 包括这个肉体的这种 就是殴打 拳打脚踢 包括关这个小黑屋 包括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固定 固定支持 就是这个战力 战军支不让动 这个每天15个小时 这么连续的这个固定支持 还有这个带这个手铐脚料 而且是这个手铐跟脚料 用一个用一个铁东西连在 连在一个铁链子连在一起 身体就根本就站不直 在就是就是连续的带 这种公制 公制料比这个这个死刑犯 要带的那个那个料 都都要更更加这个难以忍受 还有就是他遭到这个酷刑 遭到这个强迫吃药的 这种酷刑 那在被关的这近两年的时间里面 几乎都要被强迫吃这种药 另外就是这个单独关押 这个英语叫solitary confinement 那这个他听起来没有殴打 没有电棍 但是这是一个极其令人 难以尝受的一种酷刑 长时间的这个单独关押 不能看东西 不能听东西 不能说话 不能写东西 不能跟外界有任何联系等等 那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酷刑 所以经过这么多之后 我们才看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藤苗律师 李和平律师被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药 这是否属于联合国反对酷刑公约 所明令禁止的一种酷刑 其他709律师是否也被同样灌了这种药 是否还有其他被中共滥用药物 滥用精神病院的案例 请你跟关注朋友们介绍一下 对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根据 709律师被释放之后 他们所 所讲述的情况 包括 像这个你提到这个李春富 他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 包括其他律师 所透露的情况 几乎每一个709被关押的律师 都被用这种精神药物 那就是一种强制吃药 那这种药物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很显然 那这种药物 对人的这个身体精神 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处 而是有巨大的伤害 那从李和平 李春富 从这个 谢阳 在这个被抓之间 被抓之后的这个表现 等等 从大量的这些案例来看 那这个药的破坏性是 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李和平他跟我讲 他就是在 就是这个 这个吃了那个药之后 就这个记忆力减退 而且眼睛 他说有一种像 像虾掉的感觉 而且全身疼痛 手也疼痛 那这个 他出狱之后 他这个就不会用这个 iPad 不会用这个翻墙软件 就是这个 这个能力 包括记忆力 等等都是受到 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追惨 那很显然 这种 强迫治疗 它属于 这个联合国 反酷刑公约 明令禁止的 那也是 也是中国的这个 法律 严格禁止的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 可以强迫一个公民 或者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去吃某一种药 那这种强迫治疗是任何文明社会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中国政府 它用这种精神药物 用强迫治疗来对付公民 包括对付法律工学员 对付维权人士 异议人士 这有很长的历史 中共从1960年 甚至更早 就开始用这种精神药物 用强迫治疗 包括强制送精神病院这种方式来对付异议人士 或者是任何他认为对他政权有威胁的人 那这方面还没有引起国际社会足够的重视 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报道 非常多的案例 而且已经有国际人权组织和专业组织的报告 比如说人权观察也曾经有过一个 中国滥用精神病院和精神药物的一个报告 还有世界精神病医生协会 也曾经有在2002年前后有过报告 还有中国国内的民间机构 就是刘飞月的这个民生观察 他也在几年前有一本 大概七八年前或者更早一点 有一个报告 实际上是一本书我读过 就是滥用精神病院 然后他收集了很多很多案例 那我们知道的一些 相对来说 就是报道比较多的这个案例 一个就是这个政治犯王万兴 他被强迫关精神病院11年 那还有这个在2008年的时候 也是全国轰动全国的一个 最有影响的案例 那就是杨家杀警案 那杨家被抓之后 然后他的妈妈也被抓 而且被强行关到精神病院 那在被关期间 也是强行的用这个不明的药物 精神药物 杨家的母亲王敬梅 他就是用刚才你说的 那个追捕里的那个方法 他就是假装含到嘴里 但实际上没有吃下去 还有就是齐白石的孙女 叫齐炳树 是他所有孙一辈当中最有才华的 画画最好的一个著名画家 齐炳树 他也曾经被送精神病院 被强制吃精神药物 最后这个整个人都被摧毁了 完全无法作画 所以类似这种案例 还有就是在2011年茉莉花期间 很多维权律师被绑架 被失踪 包括我在内 那其中金光宏律师 在当时还是相当活跃的 一个人权律师 金光宏 他就被送精神病院 被关了几个月的事件 然后出来之后 也是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损害 等等 这些案例举不完的 但是国际社会 西方政府对中国政府 这样一种反人类的这种方式 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谢阳妻子和他的孩子 辗转东南亚来到了美国 我想请你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其中的经历 他们经历了什么 对这个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谢阳被抓之后 他的妻子 上次在湖南大学 做教授的陈桂秋 那也是一直在为谢阳呼吁 和王乔林 李文竹等等 他们做了非常非常艰苦的努力 呼吁国际社会来关注709 那陈桂秋他也因此 就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被警察威胁 甚至要威胁说制造车祸 要弄死他等等 那最后是经过一些人权机构 一些朋友的帮助 辗转到了东南亚 到了泰国 然后在泰国又被关到监狱 而且中共派人就在监狱外边 等着要把他给遣送回去 而且中国政府还强迫 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一些亲属 到泰国去寻找他的下落 那最后是美国政府 这个积极介入 而且及时的介入 导致中共的这个计划没有得逞 那中间是经过了非常多的曲折 有非常多的这个惊险 最后是来到美国 那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还有一些不方便透露的东西 谢阳就是陈桂秋 还有其他的一些参与救援的机构 也不方便对外说 但是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 中共它不但在国内迫害律师 迫害律师的家属 迫害无辜的公民 而且也把这个魔掌 伸向泰国 伸向东南亚 伸向西方社会 包括在美国 那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案例 非常多的这个事件 这个也有很多媒体的报道 就是中国它对西方社会的这个渗透 包括用非法的手段 在西方社会进行一些特务活动 进行一些跟踪 威胁 甚至袭击等等 甚至暗杀 那这个我认为正在引起国际社会 越来越多的关注 滕彪律师 王全璋律师 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他的阴性 现在可以知道的就是 王全璋 从被捕之后 被失踪之后 就没有任何他的 他的这个亲属 他亲属 聘请的律师 能够见到他 所以 他没有任何消息 他的被关押的地点 他的身体状况 他这个案件进展的情况等等 没有任何一点消息 那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 一个强迫失踪 那他家属聘请的律师 也完全没有办法去 去介入这个案件 那今天早晨 我还看见李文竹 写了一个段文 就是非常非常担心 王全璋 他的这个身体 甚至担心他的 他的这个生命 甚至可能都已经被弄死了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身体出现了 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 因为 因为李文竹在那个短文里面 也提到了这个谢阳 和平李春富等等 那些出来的人 他们讲述 他们在里面的这种 恐怖的经历 那王全璋 连这种 这种就是 能够向外吐露一点消息的机会 都没有 那我觉得有理由 让家属 让外界 担心 王全璋 他是否受到了 更加惨烈的酷刑 甚至危及到他的生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规定 当警方 限制一个 犯罪嫌疑人的自由的时候 他是应该 及时通知家属 他通知了吗 如果中共他能够遵守他制定的法律 或者是基本遵守他所制定的法律 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其他的各种行政法律法规 那实际上维权律师就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 那中国就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社会 那恰恰是中国政府他最基本的这个宪法 最基本的这些法律程序 他都自知不顾 完全是 是这个 这个 践踏 完全是蔑视这个法律的存在 那 进一步说 他在 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 他也有一种 明显的双重标准 那客观的说 从70年代末 80年代初到现在 30多年接近40年的时间里面 那中国的这个法治 应该说有一些进步 包括立法 包括司法 包括一些证据规则 等等审判的质量 包括律师队伍的这个扩大 应该说在这方面 这个法律 法治化 有一些进步 但是我说他的这个 这个双重标准就在于 他的这个 普通的案件 没有任何 这个政治利益 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案件 他会 表面上会 遵守一些程序 虽然也 也还差得非常非常远 这个 这个 践踏程序 酷刑 还是 严重的 普遍的存在 但是 对于这个 政治性的这个案件 人权案件 或者是 他认为敏感的案件 有影响的案件 或者是 有一些政府官员 介入 有一些司法之外的力量 介入的 所有的这些案件 他都 不遵守法律 他都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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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然 自法律 自程序 于不顾 那 在普通的这个 刑事案件 他一般的 不会像 像王全璋案 像谢阳案 李和平案 这个 这样子 这个 完全彻底的 践踏法律 所以 所以 他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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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案件 跟这个 政治性的案件 敏感案件 他是有这么一个 一个 双重标准 那 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任何有关 政治性的人权的 案件 敏感案件 他从 70年代末 到现在 接近40年的时间里面 是没有任何进步 腾表律师 我想在这里 跟你探讨一个 法学问题 因为有一个 来自中国大陆的 大学教授 曾经对我说 如果中国修改 刑事诉讼法 取消 被告人 陈述 作为证据 就可以使中国的 刑讯逼供 这个现象消失 你如何评价 这个从 从理论上来讲 被告人陈述 他在 每一个国家里面 他都是 这个 证据 证据之一吧 证据刑事之一 那在没有受到 这个 胁迫 没有受到 没有受到酷刑 而且在美国 经过了 米兰达警告之后 符合这些条件 他的被告人陈述 是可以用作证据的 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被告人陈述 排除在这个证据之外 只要它是符合一定条件 比如说美国 包括中国 如果它在原则上 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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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罪推定的原则 包括这个 被告人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 等等 但是在中国 它的问题就是 完全不一样 那 这个 据我 从事 律师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不光是 人权案件 而且是普通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 或者犯罪嫌疑人 受到酷刑的这个 概率 是极高极高的 超过90%以上的 中国的刑事被告人 和犯罪嫌疑人 受到过这种 那种的酷刑 而且 这还是根据中国 法律体系里面的酷刑标准 如果是根据 国际 反酷刑公约的这个标准 那几乎百分之百的 中国的 犯罪嫌疑人 和刑事被告人 包括这个 被关到 开尔索和监狱的 这个 这个 囚犯 都是受到过酷刑 这是非常严重的 那 中国的这个刑事输容法 也是要排除 这个 非法证据 这个经过酷刑 经过这个 非法手段 得来的证据 是不能够 用在 这个 用在这个 最后 最后判决 作为这个 判决的证据 但是在 实际 司法 过程当中 这个 这一条并没有 被严格遵守 或者说是 这个 违反这一条的 这个 情况 大量存在 这个普遍存在 藤彪律师 你提出来了 将7月9号 作为中国的 律师节 你这个呼吁 在国内外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们想听一听 你的想法 中国 维权律师 在 中国民间社会 在民间的 抗争当中 实际上是 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 角色 甚至可以说 它是所有的 民间反抗力量当中 最活跃的 一个群体 从 03年前后 到现在 维权律师 他们 为推动 公民的人权 自由 推动中国的 法治 和 民主 付出了 巨大的 代价 那 709也是 维权律师 中国的 维权运动 发展过程当中 一个 最重要的 事件之一 它不仅仅 涉及到 709律师 709律师 本身 就有 300多 当时 被抓 被短暂 积压 还有被警告 被限制出境的 律师 至少有319个 那 这300多个律师 包括 之前 被关押的律师 比如说 像 丁家喜 许志勇 普之强 唐精灵 等等 都是 709之前 被关押 被判刑的 律师 那 还有 还有再更早一些 像 像高知胜 像 郑恩宠 唐吉田 等等 很多很多律师 被关押 被调照 被 被殴打 受酷刑 所以 这个 这个 709 它具有了 非常非常高的 这种 象征意味 那 709 事件之后 这个 一方面是律师 在里面的受难和抗争 另一方面 一个最靓丽的风景线是 709律师的妻子 他们的家属的这种抗争 像 王俏领 李文竹 袁山山 陈贵秋 等等 他们不断地进行 呼吁 进行抗争 进行 这个 各种 各样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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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活动 而且 不光是为自己的丈夫 为自己的家人维权 也参与到其他的 这个维权抗争当中 所以 709的妻子 也成为一道非常 亮丽的风景线 那 709事件之后 国内 律师同行的抗争 国际人权机构的呼吁 西方政府的关注 西方律师界 法律界的援助 等等 都是令人瞩目的 可以说 这是中国法治史上一个 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所以 我在 在推特上 呼吁 把7月9号定为 中国人权律师节 那 在这里面 我也可以稍微剧透一下 我们准备在 709事件两周年的时候 也就是今年的7月9号 要正式的开展 这个 首届中国律师节的活动 那 到时候也希望 希望媒体介入 希望这个 西方 西方社会 能够 能够 对这个 709事件 持续 预计 关注 那我们 也会 有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 和国内的人权律师 进行 互动的活动 那 所以 所以 就是 7月9号将会成为 正式成为 中国人权律师节 滕标律师 你刚才介绍了 你们为 709作为中国律师节 将会采取一些活动 你是否考虑 设立一个签名网站 让国内外律师 有一个机会 表达 他们对你的支持 那签名活动 并没有足够的力量 我们需要更多的联动 更多的互动 更多的地面的行动 包括 要有一些能够影响 人权机构 影响 西方的政府 国会的一些行动 所以 在 六四之后 我们 现在 可能要集中力量 来筹办一些关于六四的活动 那么在六四之后 我们马上就会推出 这个 709首届中国律师节的 一些活动方案 那一定会有 多种渠道 让国内的律师 让全世界 支持709律师的人们 能够有参与的机会 那这个 这个709人权律师节 它并不是 这个少数几个人的 也不仅仅是中国人权律师的 它是全世界所有 关注中国人权律师 关注中国法治 人权状况的 朋友的一个节日 唐标律师 你知道 现在的海外 出现了一种 郭文贵现象 不停地在爆料 引起了 华人朋友们的广泛关注 对比709律师 这些律师目前 正在遭受迫害 你有什么话 要对海外的朋友们说 郭文贵事件 我也有所关注 那在最近几个星期内 也实际上是 网络上 推特上最热脸的事件之一 看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爆料 那我也直觉 他的很多关于高层的爆料 包括对贺国强 傅政华 还有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 孟建柱 王岐山 等等 对他们的这些爆料 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 相比这个郭文贵事件 更加有意义的 更加值得人们关注的 是在中国大陆 仍然坚持抗争 仍然在受难的公民们 尤其是以这个人权律师 为代表的这些抗争者 那他们有更重大的意义 他们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希望 他们也代表着中国的这个未来 那在这些 这些这个受难者 他们仍然没有下落 他们的这个酷刑仍然在持续 等等 在这些酷刑的撕害者 仍然逍有法外 仍然这个占据高位的情况下 那去更多的去关注一些政治八卦 我觉得也是不太公平的 那当然人们愿意看到 看到更多的这个爆料 看到这个最高层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丑闻更多的出来 包括一些有这个色情意味 有一些细节的这种丑闻 包括郭文贵提到的这个 北京市归委 现在是建设部的副部长 黄燕 那这些东西的确是 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 这样东西当然好 但是郭文贵他的这个爆料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迹象 可以说他会影响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那这个他反复的强调不反政府 不反习近平 反复的强调中国这个这个共产党员 共产党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 只有少数几个是盗国贼 窃国贼 少数几个是腐败分子 那这种这种说法是强化了 中共政权的这个合法性 强化了这个这个习近平集权的这个合法性 所以可以说他他处动不了中国的这个这个这样一个腐败体制 这个这个 虽然他也提到这个提的说了一些很精彩的话 包括对共产主义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商关系 虽然也说了一些很很精彩的话 但是但是他的这个爆料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一个腐败制度 那也许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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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国强或者是孟建柱 傅申华甚至王岐山被弄下去了 或者习近平被弄下去了 那那还是这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 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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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没有任何一点变化 那这个这个所以所以这个在在推特上 包括包括我们的一些一些朋友 一些维权界和民运界的朋友 对这个这个郭文贵爆料事件本身 寄予了这个这个太多的这个期望 一些不确实际的幻想 以为会成为中国这个政治转型 这个政治变革的一个机会 那在我看来完全不是 那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 去支持中国正在行动的这些抗争者 正在被关押正在受酷刑的这些受难者 关注中国的这个公民社会 用文字用行动用身体用生命 去推动中国民主和自由的人 各位观众朋友们 刚才滕标律师跟我们分析了709律师所受的遭遇 特别令人发指的是 中共居然得这些维权律师强行的灌药 企图摧毁他们的肉体和精神 这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我们应该关注这些维权律师 因为关注他们 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也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我们将会对709律师的遭遇 进行跟踪的报道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谢谢滕标律师